行动管制令期间因为行动上的限制 民众减少外出 有的巴刹商店没有营业 再加上运输上的困难 采购新鲜疏骨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影响 甚至可能也会出现民众买不到 农民卖不出的情况 不过在罗佛居栏 有一班年轻人他们就自发成为中间人 在这个管制令期间 在农民跟消费者之间搭起了桥梁 一大片原地还有各种鲜美的蔬果 这些都是小农民们的心血结晶 然而行动管制令下 农作物收成之后 却因为没有管道销售 大大冲击了小农们的收入 居然去了一些小农 没有办法做生意 变成他们可能手上赌了一些货 他们没有办法出去的话 变成他们要去承担那个亏损 为了帮助小农民 让他们这一季的收成 不至于付诸东流 居然社区服务组织 有一班年轻人 发起计划 亲自走访寻找货源 集合愿意参与计划的小农 然后再把每一天收集来的食材 以菜箱配套的方式 在网上兜售 买家下单汇款之后 订购的菜箱 隔天就会送上门 我们就是放到 就是购买者的家的门口 我们联系了它 然后我们就离开 然后才让它出来拿 我们这边只接受Bangin的 这个付款方式 因为我们不想要 就是跟买家有任何的接触来 所以这样子就大大可以减少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选在疫情肆虐的这个时刻 发起这样一个 不以商业盈利为先的行动 这些年轻人希望 可以借此减少大家外出的几率 减少病毒传播的机会 而团队成员在配送过程当中 对于自身以及食材的防护 更是不能少 我们会就是都必须必须 一定会戴上口罩 就是每到一个地方下车回来 我们就猛地开始 一直在消毒自己的手这样 然后所有的食材 我们都非常谨慎地处理 然后一定会在处理 所有食材时间都会进行消毒 疫情当前 携手共度难关 这些平常可能连蔬菜瓜果种类 都分辨不清的年轻人 凭借一己之力 让当地民众足不出户 也能获取居栏在地食材 也同时多少帮助了农民 解决了蔬果滞销的烦恼